新聞 哇哇哇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鳳儀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這段新聞 哇哇哇 鄭大哥 苦年快要結束了 苦年快要來了 對不對 歲末年中 總是有一些感想 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很奇怪 每個月就是 就大概三十幾天不想上班 你每天都要上班 啊這樣 每個月就三十幾天 那第二個 有些每個月才不過三十天 就是說自從得了這個 精神病之後 人就變得有精神 需要 所以本來是無精神的 那想說去旅行 旅行就是 我們在一個地方住久了 膩了 換一個地方 對 換到哪個地方 就換到另外一個人住膩的地方 欸有道理 有道理 還有一個 發現開始養魚了 就是養魚很麻煩 每個禮拜要換一次水 什麼每個禮拜 每天 養魚不用吧 每個禮拜換一次水 就發現呢 經常忘了換 現在就決定 每個禮拜換一隻魚 嘻嘻嘻 還有一個事情呢 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 真的是2010年 給我們的醒 醒思這樣子 最恐怖的事情 不是恐怖分子瑕疵你 不然是什麼 是菲律賓警察救你 嚇死你 還要再聽嗎 要再聽 先講五個好不好 哈哈哈哈 陳長文為何希望修法 延長外籍刊物的工作年限 為了照顧職務人王小明 家人又有哪些心酸歷程 家有病人到底有多煎熬 好 問你介紹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呢 是一位作者 從來不放棄 也是一位醫師 他是醫院的一個院長 舒智中舒醫師 舒院長 你好 兩位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那麼另外一位呢 是我們的藝人歡歡 還有一位是作家 萊行樂 有人姓萊 然後還有一位是醫藥記者 不要行樂 沒有啦 洪素卿小姐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陳長文日前講了一 就寫了一封信嘛 就是一位極重度殘障 兒子家長的身份 希望能夠延長外籍看護 在台灣的這個期限 那引發社會熱烈的迴響 所以那又加上消息又曝露說 有一位長期照顧的 被長期照顧的這個是我們 大概我們學生時代 從小到大都知道這個人 他被撞的時候我還沒出生 我12年民國 對 所以也就是說 他照顧了47年 那麼聽說已經走了 家裡也是非常的低調 那他再生的時候 其實也引發很多 安樂死的這個討論 所以今天其實很多的面向 都是家裡有非常需要照顧 其實是長期 47年耶 那麼我們先從陳長文 這個事情開始 因為你有跑勞工嘛對不對 那這又被反彈 就是說又會擠壓到台灣勞工的 這個所謂的工作機會 你怎麼看呢 其實第一個部分 就是大家一定會想說 為什麼陳長文要出來寫說 他希望能夠延長這些外籍看護 或外籍勞工在台灣的工作期限 其實現在的規定是說 他們最長在台灣是9年嘛 就是每次3年 那最長是9年 其實陳先生他大可以不用寫這一篇的原因是 事實上如果他不想要用這個看護 他可以再申請一個新的 因為只要你家裡的人 還是有這樣的重症照護需求 其實他們可以申請一個新的人來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覺得大家要用同理群去想的時候 你會發現 如果他這個病患 比如說陳長文先生的兒子 他現在這個菲律賓籍的看護者 已經照顧他9年了 對於這些重症孩子來想 他不是他的照顧者 他其實他就是他不可或缺的一個 像親人一樣 因為只有他知道我可能動一個眼睛 我要什麼 我要喝水 我是不是現在上廁所 我現在高興或不高興 這是長期的默契培養出來 對他是長期累積的默契 所以他會覺得說 當好不容易 我們適應了一個新的看護 他照顧了他9年之後 因為政府的規定 明明我的兒子不可能好轉 因為我們必須照顧他一輩子 我們也沒有要放棄他的意思 可是你讓他好不容易適應的一個人 跟他培養感情人 這個時候你要他回去 只因為你們覺得說 他最常就來9年 再換一個新的嘛 你們再換一個新的就好 可是在這個受照護者的家庭來講 這不是換一個新的就好 因為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會這麼在意 他這個孩子之前曾經有個家庭老師 他那個家庭老師當時罹患癌症嘛 去開刀 他的孩子就會覺得 為什麼他沒來 然後後來就生氣 因為他覺得不能理解他為什麼沒來 因為這樣的孩子 他的理解力又比一般的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從小他可能 他還是存在那個情況之下 我不懂他為什麼沒來 他就生氣 生氣你知道他長三個禮拜 他就是也不願意配合吃飯 他也不要吃藥 他連上廁所他也不去 也不睡覺 然後還要不要睡覺 他就差點這整個大家都鬧翻了 因為他如果不吃藥 他就會癲癲起來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位小孩叫文文對不對 是 因為他寫過很多 寫給文文的信 寫給文文的信 這樣還提到說 當時出生的時候因為早餐 所以他的 是所謂的腦神經 腦媽 還沒有完全發展好 所以他其實是會 肢體神經視覺都受到影響 而且生活無法治理 完全必須靠別人協助 而這個 你要想要文文的媽媽有多偉大 那麼自己 而且他的其他的兄弟姐妹也要多配合 因為文文28歲 這樣孩子捏到28歲 我用捏的真的不為過嗎 是 大家想想看文出生的時候 是大概1500公克 這個即使在現在的醫學定義 都叫做集體體重的早餐兒 就是屬於他們本身他們的存活 以前大概最早你28年前一定是一半不到 那個時候第一個 你想要有那麼長的照護 叫住保溫箱或怎麼樣 把它從這麼小一隻要拉拔到現在 真的是用捏的 所以才說 插一句話說蛋乳那個真的是奇跡 真的是奇跡啦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這樣的孩子的時候 在當年那個醫療的情況之下 他確實留下一些腦神經的發展的一些視覺的障礙 所以他一路當下就抽起來你知道嗎 那小朋友一抽起來 你就覺得說 真的你看著他也是非常的痛 然後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今晚太嚴重了會致死喔 會啊會啊 會啊 而且會有 會有福去到的問題啊 所以師傅 我是請教你 按照字面上的形容 就是說 因為他小孩早產嘛 腦神經受損 那陳昌文跟他的太太張克惠女士啊 找到一個知名的腦神經外科醫師 那當時醫師看到的時候 毫不遮掩地驚嘆說 這種孩子我只在東京地大醫學院的時候看過 到底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小孩 你可不可以形容給大家 不是 如果體重在1500 其實在1200以下就有很大的危險 那1500以內 就很多腦在發育的時候 他本來就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們可以通證他為這個腦性麻痺 腦性麻痺 對 所以是腦麻的小孩 對 而且看那個內容 講起來應該是重度的啦 所以他很多功能 沒有他是極重度 所以很多功能都受損 比如說行走啊 甚至很多人吃東西都會有影響 所以他要照顧他要花很多的時間跟 極重度的腦麻 腦麻是坐在輪椅上嗎 甚至有些要長期臥床 我曾經看到一個 極重度的腦麻的小朋友 因為他是那個高張力型的 就是說他等於一直呈現在 那個筋軟的狀態 你知道他之前接受的治療 是一種麻醉的治療 就是那個麻醉治療 只是為了讓他可以躺平 就這樣的小孩 你知道他很可憐 他這一輩子 他沒有看過他那個床上面 因為他躺不平 因為他永遠在這樣子的狀態 然後非常的痛 所以以前甚至有時候對這種小孩 他們要用神經截斷 就是為了讓他不要一直 呈現這種痛苦的狀態 所以像他們現在是用藥 要控制讓他不要常常出現 他的治療差不多幾歲 要看受損的這個程度 像有些狀況好了 甚至治療沒有影響 所以你看他只是 運動神經受傷害 他自己還是可以上大學的 那你跟他講話他聽懂不懂 如果治療是OK他聽得懂 只是他的表達上會比較困難 但是他就是極重度 所以說他可能有 肢力也好 各種神經可能都會受損 剛剛其實最嚴重 其實這腦性毛病最嚴重的 就是他一直都是這個姿勢 就是張力 都縮住了 打不開嘛 所以都是處在這種 手跟腳 都是在精緩的狀態 用力抽筋喔 一滴滴抽筋喔 他一直在用力喔 所以他會很累 因為他一直在用力 一直在用力 就很慘 所以很多手術 其實不是在 不是在讓他可以走 只是來紓解他這個很嚴重的 這個症狀而已 那當然我其實也很同情 陳昌文先生說 你如果換一個 新的康護 那本來是個 菲律賓嘛 那當然我希望 那我們 所以 所以年限是多久 因為這個已經9年了 9年 其實9年已經延長了 對 就是延長過一次 本來是6年 然後之前我們修法之後 可以再一次之後 9年就是9年 所以他這個等於說 如果9年到期 政府沒有修法 他就勢必得要一個新的 其實好多 那12年 如果延長到12年之後呢 就是等於說 而且再來普丁有可能 有別的生涯規劃 對 就是說普丁如果有意外呢 對 這當然是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確實在跑 這個普丁是那個菲律賓 不是俄羅斯那個普丁 這個普丁就是他的看護 就是我們在跑老委會的時候 其實確實常常面臨到 那個家屬的這種恐慌 我之前遇到一個 他的那個媽媽是那個失智症 非常重度失智症 可是很妙 因為他的那個費用 非常非常的好 他不但會講故事 給這個媽媽聽 聽不懂 那兩個也不通 人家都說會聽 唱歌給他聽 然後每天 他就一直陪這個媽媽 這個媽媽 他的智商沒有繼續下滑 因為他每天要訓練 因為他常常要去榮總考試 因為要維持到一個智商 才能吃藥 所以當官還會跟這個媽媽上課 然後就照顧他非常多年 那有一天啊 那那個他們 因為他也是快九年了 這個女兒就跟媽媽說 我告訴你 那三輪還是什麼 他可能要回去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要吃飯 不要吃飯 他會說 我跟他一起回菲律賓 一起自製 他還要說 我回去菲律賓 跟他菲律賓 他說他真的很怕 因為他說 曾經有一次他回去探親 因為他們到期要回去一次 他說他回去那一次 他就不要吃飯 不要睡 就像這樣 就整個大亂 你知道嗎 就是說對他們來講 是他們不能適應 這樣子突然間 那當然第一個 我們要考慮就是您說的 其實延長到12年又怎樣 他12年還是得走 那可是其他國家 有些是完全沒有年限限制的 因為你已經來了 他就有照顧需求 除非說 就像你說普丁他有生涯規劃 他們有時候也常賺夠的錢 他們想回去跟他的先生 跟他的兒子團聚 這是另外一種可能性 但是不是你有一個法律 一定要這麼嚴苛的跟他說 反正就是九年 因為九年的或者十二年 年限的意義在什麼 因為有些人認為年限的意義 在於保障本國勞工 可是說一句實在話 你現在本國的長期照護系統 你自己都沒有好好的建立起來 本國的勞工介入的體系 甚至是去人家家庭 有沒有辦法公共24小時 24小時怎麼保護 你都沒有設計起來 只有這些外籍運一來 從這種角度 老師我們真的很同情 我是覺得普丁 應該讓他繼續留著 我們家裡面大亂 爸爸媽媽也都很受苦 可是總有一天 普丁也會離開啊 也要換人啊 那這時候陳昌偉先生怎麼辦 他們只好就有一個優比 其實你說他剛剛開始 為什麼用普丁 其實都是一段一段的 像這些爸爸媽媽 像您說他媽媽親手教護 我們其實常常講 有人說 你自己顧就好 你是怎樣 如果媽媽真的很偉大 你自己顧你幹嘛一定要一個人來 其實不是喔 我跟你講真的很慘 因為小孩子小的時候 你跟我說很小 我可以抱 我可以捏 可以什麼 我一個人來 可是小孩子會漸漸大 你知道嗎 他們顧得好啊 那孩子真的 長得就很好 又很個兒又很大 我問你 你怎麼一個人顧24小時 別說到偉大 有啦 有那偉大的 有的兄弟 幾個的路邊 我就蹲來蹲去 對不對 就把他送到安養院了 對不對 講實在話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要講現實的層面 你沒辦法每天這樣 對啊 你幾乎你的生命 就跟他在一起 可是我認知一對 伏伏真的是 這個屁股要顧 到現在